看完人海看花海 春天是风铃花盛开的季节 原产地在欧洲原本台湾很少见 但这几年台湾花农是越种越多 就来看看现在正式花旗 所以风铃花就像彩色地毯吸引游客目光 方言望去一大片的花海 有紫的粉的还有白的 这种花是台湾少见 从欧美日本等地引进的风铃花 各种颜色的风铃花犹如一片彩色地毯 吸引民众真相参观 它往里有po一些照片 然后亲朋还有介绍 因为日本风铃花它在台湾很少见 看着感觉很漂亮的这里 风铃花在日本当地 是相当普遍的切花花材 不过由于日本冬季太过寒冷 不适合种植 两年前农该场云林分场 才将风铃花引进温暖的台湾示众 这个花目前是比较少 市面上比较少比较新鲜的花 那因为现在有时候这个花会就是 要求新求变 看准游客喜欢求新求变的心态 目前台南区云林分场所种植的风铃花 已经陆续盛开 由于国内风铃花相当罕见 游客不妨趁着风铃花开季 前来一睹风铃花的模样 联合报称亚林云林报道